還記得在苗栗國街訪遇到的 苗栗堅田將會嗎? 前情提要 突然就看到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跟我說就是要不要約啊 我就說好啊 我就騎車騎了20分鐘 騎到一個就是超深山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一直右轉 又左轉又右轉又左轉 其實他還有很多故事 你還跑台北? 基本上每個禮拜都回去 可是最近就是被那個 控制狂公司綁架 我最近都沒有休假 日本企業都是控制狂公司啊 你是在做什麼的? 就是服飾業 超明顯 我知道 雖然我已經提離職了 他還跟我說 可是你不是沒做多久嗎? 我就說 不是我做不習慣 是我根本不懂習慣 那個第一天上班啊 我就一開門就跟他說打擾了 然後我就講不出來 他們就全部的人就這樣看著我 就說打擾了 他們都一想好棒 你知道嗎? 我花了兩天就看人家說正確的使用微波爐 休息事裡面會有個微波爐 所以他們要教說你們要如何使用微波爐 苗栗跟你自己的家鄉有什麼差別? 我自己的家鄉不在台北喔 在哪裡? 我自己的家鄉在菲律賓 所以你其實在那裡長大 對 所以其實苗栗對我來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點熟悉 因為它長得很像我出生的地方 很多同學都會說 這邊是稻田 但是我其實對稻田有一種記憶在 所以我其實是很喜歡的 所以有時候下課我就會騎到 就是有稻田的地方 就停在那邊 就是你知道看他擺動啊 超像神經病 對啊 我大概12歲 然後就也是以逃亡的姿態來台灣 就是把我們弄到台灣來 他們才離婚 我跟你講我媽真的是 他是虔誠的基督徒喔 然後他就會因為現在疫情嘛 他們就會在那個線上就是禱告 我媽竟然會就是聽他那個牧師講一講 他就開始在沙巴上睡覺耶 然後就睡一睡他就還會說阿嫩 你是虔誠的基督徒 出櫃之前是 我以前是在教會 而且還差點當教會領袖 就是愛家母裡面的那種 我那時候出櫃還有一個同事跟我講說 你需要幫助嗎 因為他是在教會 但他已經出櫃了 然後他就覺得他自己是個罪 所以他覺得可以被上帝治癒 然後他就問我說 我有沒有需要跟他聊天 我說 No way 我覺得你就是已經沒救了 殊不知那我前幾次回台北 在總之間看到他 我是這樣看著他說 欸某某哥 然後我還是這樣抱他 然後心裡眼神就是想說 你還不是會來 他們就是 忍對待你知道嗎 我的領袖還跟我講說 你要先承認你自己是個罪 你才會被上帝治癒 我很荒謬喔 那時候我要去同自由行 那時候我的小組還跟我說 你既然要去同自由行 那你要寫那個心得給我 看你自己在同自由行裡面學到什麼 我覺得從此之後我再也沒有去那小組 我就是偶爾有時候還是會去教會 但就是不跟任何人接觸 就是以明星的姿態 你知道又口罩又帽子又墨鏡 就出現在教會 你想要對你之前的教會小組的講什麼 我想跟他們說 你們教會現在竟然就是已經買地耶 已經建堂了 很想要去培養你們的領袖 那你們真的就好好對待別人 不要就是別人有義當領袖 你覺得他有資歷 每個禮拜我都打電話給他關心他 然後在他不行的時候 他覺得他沒辦法擔任那個領袖的職位的時候 他就電話再也不打過來了 你之前是這樣 對 就很心寒 是因為你出櫃以後 所以他決定不能當領袖 他們就逼迫我就下台啊 他們就說我覺得你可以休息一陣子 去XXXX 去XXX 突然戴起墨鏡的他表示 我今天還想要呼籲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等一下 我最近不是留長髮嗎 我想說 同志圈到底為什麼對長髮這麼忌諱 我就是在你那個教的軟體 就認識一個男 我就放了一張我短頭髮的照片 然後就好像長得還不錯 因為我現在長髮很像流浪海 他到最後的結局就告訴我說 等你剪短頭髮再跟我聯絡 去XXXXX 這被你XXXX了我也未聯絡你 我們把話題拉回苗栗 你們學校有多客家人嗎 是騙不客家人啊 之前聽一個白牌健身司機那個大姐 他說他是閩南人 他就說苗栗人其實很徘徊 我也這樣覺得 苗栗人超過分 所以有一次我就去一個干嘛店 然後他們就結帳 然後阿姨就說 我又說我不是 他說不是喔 不是在這邊幹嘛 我跟你講一個秘密 就是我在去年公投那一年 我就說大家一定要出來 投票 我忘記我爸爸叫我啊 Facebook 然後他就回說 你丟客家人的臉 我人生二十年 從來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 你知道嗎 我是客家人 我從頭到尾都在罵自己 懂啊 翻譯一下圖 就喔還好 我是苗栗客家人 我是田東客家人 喔 原來客家人也有地區戰爭啊 我其實高中是讀戲劇的 我是讀表演的 我來考這邊 不去考表演的原因 就是我想說 人生總不能一直待在城市 就是你要創作的話 就是每個人生都要經歷過某一些環境 所以我就開始想要做一些策展 然後幫他們拍一些紀錄片 比如說 因為我也會 我會去那個厚龍 那邊就是有一個海小樂園 之前就遇到一個阿伯 然後他就坐在那邊 如果你是以光客自在 你只會覺得他是個流浪漢 其實他就是 就是四十年前 就跟他的那個初戀情人坐在這邊啊 然後他就跟我講一些夕陽故事 你真的就是要來過 然後認識過 你再去對一個地方去批評 保持在一個觀眾的角度就好了 不要去做一個批評的角度啊 不然就是網路上很多人謾罵 我想說 就是你們又不知道這裡的人 雖然他們就是這樣子 但是你們憑什麼講他們 大學畢業以後 你還會想到你有在苗栗嗎 當然不會啊 可是你剛剛明明在說 苗栗是迷人的地方 苗栗是迷人的地方 但是 這是否 就是四年就夠了 人生四年就夠了 人生四年就夠了 泰 泰 Original 哈囉大家的家庭 請訂閱和按讚 我的YouTube頻道 Beach Power 對吧 這呢 嘻嘻 讓我來聽話 請多插 請投資 啊 我讓大家聽到 跟個人嗎 算了